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三間《蘋果日報》相關公司 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 案件早前因港府提請人大釋法而押後審期 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再訊 由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 道理兵李蘇蘭及李運騰處理 律政司方稱人大常委尚未宣布處理特首李家超的釋法要求 申請押後案件至明年1月3日再訊 以待釋法結果 辯方在庭上透露 黎智英所聘請的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已經離港 指入警署拒絕就本案向Tim Owen簽法工作簽證 理由是等候人大釋法的結果 由於Tim Owen在港的另一宗案件在明年5月才開審 因此他已經離開香港 辯方又表示希望法庭定下審訊日期 至於終止聆訊申請 辯方則指人大釋法的決定和辯方的理據有關 希望在人大頒布決定之後再進行陳詞 法官道理兵指釋法並非本港部門所能控制 要等待中央決定 最終法庭將案件押後至明年9月25日正式開審 預計審訊40日至11月21日審結 案件管理則於明年5月30日進行 另外法庭排期明年5月2日至5月3日 處理辯方的終止聆訊申請